年年税收超增 那为什么还要年年举债 举债两兆两千多亿 从基隆迁回变基隆捷运 我就问你什么时候开工 八读到基隆那一段你怎么解决 那就是鬼扯嘛 蓝白炮腿一致猛攻前三预算 铁道经费没财政纪律 日前台中市长卢秀燕还直言 台中人真的很委屈很心酸 点出台中捷运蓝线还卡在行政院 苏丹沙火速发文还原 强调台中捷运上任前 2018年10月3号 由前院长赖清德核定可行性研究 原路线所需经费是981亿 卸任之后2023年3月13号 也就是最近一次韩报 总经费暴增到1615亿元 增加了633亿 站点和路线又大不同 中央责任当然是审慎审查后 尽快核定为全民勘紧荷包 那交通部要求说明清楚 为什么暴增这么多 难道不对吗 这是蓝线延档最主要的原因 如果说卢秀燕市长你很委屈 真正委屈的是台中市民 蓝白炮打前瞻预算计划 而这礼拜六 民进党将启动全台信赖台湾 温暖好证说明会 由政务官立委参选人主讲 说明政绩和赖清德施政愿景 五号首场选在高雄 被蓝白批评独拿千亿 市长陈其迈也将 亲上火线反击 民进党主动出击 破除不实谣言 任何的批评都应该要根据事实 不要为了要争这个政治的声量 而抹灭自己的良心 前瞻预算经费都需要经过 立法院审议 如今选前蓝白起哄 前瞻预算 不免被质疑是政治操作 还是真心为地方发声 三连轩和郭斯文 新闻S&A小组台北报道